剛剛應該執行沒問題,只是這一次有可能怪怪的把它重新啟動就OK了 所以後面我們就新增 新增的話是新增一筆,是最下面那一筆 只是測試用的 再來是什麼? 全部新增過去 那全部新增過去的話,基本上 就是把剛剛的一筆,然後改成什麼多筆 多筆的差異 只是說我們本來是抓最下面那一筆記錄 然後呢 把它改成什麼? 把它改成從第 For i 等於第3列 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然後做什麼呢? 分別把這些資料 也是做insert into到那個資料庫裡面去 那我們如果希望怎麼樣? 新增過去之後呢 那把我這邊給刪掉 把我這邊資料,因為我已經會過去了 那我這邊可以刪掉之後呢 那再幫我把 新增過去的資料再查回來 所以基本上我們 這個地方後面還會多增加兩個按鈕 就是一個叫新增全部 一個叫做查詢全部 新增過去之後嘛 把我舊的刪掉了 空的 然後 再把資料呢 從資料庫 再抓回來 放在哪裡呢? 放在就是我們剛剛這個空的地方 所以我這個地方demo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新增的話這邊有設個中斷點 然後其實這邊 假設新增是新增最下面的一筆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r會抓到最下面那一列 然後分別抓到那個資料 然後把它新增過去 理論上應該 你這邊設中斷點 往下跑 應該 call丟過來 他會把abcd的資料抓過來 那特別注意喔 我是建議你第一次執行的時候 可以按個8 慢慢去執行 為什麼?因為他要了解一下裡面 比如說變數裡面怎麼傳 那你油標放在上面呢 應該會顯示這裡面的值 告訴你 因為我這一台有點怪怪的 應該理論上會出現 但是他現在沒出現 那再來就是說如果卡在 某一行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可能的問題出在哪裡 比如說卡在這一行 那可能 引用ADO可能出問題 會不會你這台電腦裡面沒有 沒有安裝那個ADO的元件 不過理論上應該目前還沒遇到過 為什麼?因為 ADO也是微軟的啦 所以基本上你是Windows 除非你是很舊很舊的Windows 可能什麼Windows XP應該也都有了 除非你現在用98 應該沒有人用98啦 OK 以前98可能就要額外安裝 現在不用了 那如果是卡在這一行 那有可能 兩個 可能性 一個是驅動程式 沒有安裝 一個是 沒有 路徑不正確 不過呢 驅動程式有沒有可能出問題 也有可能 為什麼?因為我們是ACCDB ACCDB的話 就是 Office的話 如果你安裝的 不是Office 2007以後的版本的話 也有可能 它沒有 預先幫你去載 那個最新的 因為2003的話 它的副檔名是MDB 不太一樣 也沒辦法驅動 OK 所以 如果你入境沒錯 那你可能要看一下你的 電腦裡面Office版本 是不是太舊了 如果太舊的話 也沒辦法 OK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把資料 Insert一筆 到 再來Execute 如果說你執行 這一行沒有錯的話 那表示你已經新增成功了 資料已經過去了 它會跳出新增成功 那如果全部新增的話呢 基本上 再來就是 全部新增 那全部新增的話 其實也是 把剛剛的 一樣嘛 先抓到 最下面有幾列 那我是for I等於第3列 到最下面一列 有沒有 跑一個多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基本上就是 抓第3筆 裡面的資料 然後呢 一樣是丟給什麼呢 丟給call 利用ADO 新增資料 然後第3筆 第4筆 第5筆 一直到最下面一筆 那全部新增完之後 會顯示message box 已經全部新增了 多一個就是什麼 刪除舊的資料 那我刪除的方式 是從那個b3 一直刪到 因為range 你要給它一個範圍 所以b3到f f的哪一列呢 f的最下面一列 所以最下面一列 有沒有發現 之前同學 看到這個m的r 有點搞不太清楚 這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f 最下面一列 我不知道 那我怎麼辦呢 我可以 m的r 指的就是 我現在最下面一列 把這個最下面一列的數字丟下來 比如說 最下面一列是20的話 那我就幫我3到f 從b3 一直到f 20 點clearcontents 就是清楚資料的意思 這樣的話呢 裡面的資料就清空 所以基本上呢我們 把這個地方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那我把 射中段點在這裡好了 基本上應該這個執行沒有問題 然後呢 全部新增 他就全部跑 所以你會發現 很快的 裡面大概有幾十筆吧 這個 卡在這裡 有沒有 已經全部新增資料 OK 那沒有問題 再來的話 把舊資料刪掉 刪光了 好 你的資料就不見了 好 可是問題來了 那你沒有資料 那接下來 你可能要重新 如果你今天希望 能夠驗證一下 到底新增過去的資料 對還是不對的話 會多一個全部 查詢圈 那查詢全部 什麼 就是把資料查回來 查回來 可以過去嗎 那怎麼查回來 其實查回來也是 四行程式都搞定了 非常簡單 你只要查詢全部的 剛剛不是下一個 這個sql 語法 select所有 from 有沒有 問題1 因為我們這個是 是中文的 OK 那你只要放在什麼 isql 裡面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說 這個問題 這個查詢全部 不需要 跟印射不一樣 你只要把 這個地方 一樣 123 那剛剛的sql 比較複雜 因為印射 會有欄位 然後放什麼東西 可是這個地方的sql很簡單 那我只要怎麼樣 也是要 exql 可是呢 前面你會發現喔 insert into前面一樣有個set myrs 但是 前面的insert into那個myrs 是沒有作用的 裡面只是一個空的物件 沒有任何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是select select是跟資料庫要東西 對不對 他要了東西之後的話呢 他會利用什麼 myrs 先幫你把資料 暫時存放在這個myrs裡面 這個myrs實際上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 放在記憶體裡面的一個表格 讓你把查出來的東西暫時放在那裡面 那個表格物件 那最後的話我要怎麼樣把資料呢 直接 倒到我們的 這個 Excel裡面 其實非常簡單 後來我發現喔 一行程式要搞定 range B2 跟這樣 跟這 B3 後面你只要加一個什麼呢 一個方法 叫什麼 點 copy 有沒有 因為他已經幫我查出來了 只是說呢 查出來的東西是在記憶體裡面 那你只需要告訴他說喔 那你在接下來幫我從什麼 欸 copy from那個什麼呢 記憶體的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表格 他有個專用 名稱叫recall set 你就幫我把那個recall set 從那個 就是 記憶體裡面幫我抓出來 那個recall set的名稱叫什麼 叫myrs 就是那個東西 幫我抓到哪裡呢 抓到range的 B3 欸 那你想說一個儲存格 沒關係 他抓回來之後 他會自動幫你 全部填滿 B3只是說 丟過來的開始的位置 從B3喔 欸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喔 應該比想像中簡單吧 雖然還是很複雜啦 OK 可是基本上呢 我已經簡化在簡化 把不需要的東西呢 全部都幫各位暫時先 拿掉 他你要加也沒 你要加多 你要加的話 你也可以 可以參考一下我前面介紹過有關資料庫的書籍 這邊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喔 你全部新墊過去嘛 那如果要全部查詢的話 按下這個按鈕 全部的資料又抓回來了 瞬間 從資料庫裡面呢 抓回來了 OK 所以理論上喔 這個範例裡面呢 其實我們 電腦裡面都沒有assess 但是呢 其實是可以達到雙向的 溝通目的 那你如果說還要在 比如說修改資料 那你下的預法就update啦 如果要刪除資料的話 那就下delete OK 這就是主要是seql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從這個範例裡面 我們主要呢 VBA本來是不能夠跟資料庫溝通 那為什麼可以 因為 ADO OK 關鍵就ADO 那ADO怎麼跟資料庫溝通呢 因為你跟他 講的語言 他聽得懂 就是seql OK 所以基本上 其實只要資料庫啦 應該 只要不要太舊的 應該都有支援seql OK 所以基本上你把seql學好 管他後面是什麼資料庫 你就下seql依法給他 你資料就可以從資料庫裡面撈出來 所以應該沒什麼問題 請各位先試著把剛剛我講的部分 包含就是新增 一個 然後新增全部 再到 查詢全部 特別注意 可能比較容易出錯的是 你那個ss檔案你要記得要放在seql旁邊 你不要放 放其他地方 那一定會出錯 好